炒它,微波它,煮它? 哈哈哈哈,no no no! 欢迎你我他一起来给话题加温,热话题! 今天热话题,中美二人要跟听众朋友一块来热的话题是 与家人共度美好的时光。 是一个家常话题,不会家特别长了,不会,不会,生活中每天要遇到与家人相处, 但是我们真的花很少的时间跟家人共处,跟家人在一起呢,可能品质也不是那么好, 有时候吵吵闹闹,有时候闹变鸟,有时候不讲话,冷战,等等。 家家都一本难念的经啊,在屋檐底下呢,蒸蒸吵吵,常会有。 今天一开始呢,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温馨的讯息, 这个是Google员工的一个温馨故事。 Google他们为员工提供了好多补贴跟福利, 所以在这个公司上班呢,很多员工都觉得很幸福, 他们的休假政策跟其他科技公司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呢,根据媒体报道,Google公司还有一项非常有人情味的规定, 就是员工跟员工之间呢,可以互相赠送假期。 这叫嫁给你。 这也就是良友电台我们曾经员工旅游的时候呢, 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们有一位新静的童工呢,他嫁呢很少, 因为他还来不到一年左右,是新静的员工。 那么他想要请年假呢,却又没有太多的年假。 另外一位资深的童工呢,就跟他一起对话。 他们在对话的过程当中,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在谈假期。 这个新静的童工没什么嫁呢? 那跟资深的童工说,那你嫁给我吧。 其他的童工呢,在一起就觉得非常的好笑。 哈?你嫁给我? 原来是假期给我。 是,可是在Google这个员工中间是可以的, 互赠假期。 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大概在几年前,有一名Google的员工, 他的家人病倒了。 这个员工需要休假,回家照顾家人。 可是呢,这名员工,他当年的年薪假呢,已经休完了。 所以他只得面临两种选择。 一种呢,是直接请假,回家照顾家人。 但是呢,这个时间呢,就没有收入, 可能还要扣薪水。 第二个呢,就是继续工作,没有办法照顾家人。 他的同事知道了,哎呀,这对员工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 怎么办呢? 有一名同事就提出了一个建议, 是不是能够让其他资深员工自愿把剩余的年薪假赠送给这名需要回家照顾家人的同事呢? 哎,后来Google的主管就制定了假期可以互相赠送的制度。 所以他们的人力资源部门主管就在Google的第三个条规当中, 就是把你的父母带到工作日的活动当中,公开了这个故事。 每一年Google都会邀请好多员工的家人到公司的总部, 跟公司的高层人员来交流, 让这些家人呢可以了解员工的办公环境, 看看最新公司的产品的展示, 还有探访一下公司的园区等等, 让他们的家人可以了解到Google的员工在公司的工作情况, 还有工作环境等等。 这项政策可以上Google去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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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非常希望员工可以了解到家人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样的制度当中获得益处, 这也让我们一块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除了工作之外, 我们也要花一点时间跟我们宝贝的家人相处。 我们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名叫做《爱我们的家》。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补补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天命。 每个人跨出,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祝我家。 让爱天天祝我家。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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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帮出,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补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天命。 每个人快速,家就有幸福。 让爱甜甜祝你家 让爱甜甜祝我家 五分日夜秋冬春夏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让爱甜甜祝你家 让爱甜甜祝我家 五分日夜秋冬春夏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五分日夜秋冬春夏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